三歲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年紀 他們開始能夠溝通 會聽你說話 這個禮拜我們要來聊一聊 到底三歲小孩的腦袋掛裡面 都在講些什麼 你知道 人類一生當中變化最多的是哪三年嗎 其實是你0到3歲的這三年 所以如果你問我當爸媽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第一年你看到你的孩子出生 非常小非常可愛 簡直可以一秒幫你融化 你開始照顧他所有的身體需求 餵奶拍革換尿布哄他睡覺 基本上就讓他停止哭泣 然後你可以好好睡一覺 頂著黑眼圈去上班 簡直是每天的家常便飯 第二年他又忽然長大了一些 從會做會爬到自己走路 他開始變成家裡最自私的小霸王 情趣話衝動不講道理 所有你對他提出的事情 他都會賴在地上說 NO來回應你 這也是他們的第一個叛逆期 就在你覺得很累很疲倦想放棄的時候 他們來到三歲 你又發現世界忽然變得美好起來 彷彿過去你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成果 這也是我現在在經歷的 三歲真的是一個神奇的年紀 他們開始能夠溝通 會聽你說話 他們也喜歡決定自己的事情 表達自己的主見 做事情之前會先考慮後果再行動 欣欣甚至非常懂事 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還會伸出援手 就像是一個小大人一樣 他簡直像個天使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要來聊一聊 到底三歲小孩的腦袋掛裡面 都在講些什麼 了解他們怎麼看世界 還有家長需要注意什麼 在開始之前 我跟鳥媽要先去拜訪一位好朋友 跟大家聊一聊這個話題 Let's go 我現在人就在我朋友的辦公室裡面 他其實是這裡的執行長 而且他的臉書呢 有七十萬的粉絲 雷一聲 gentlemen 讓我向你們介紹 王洪哲老師 哈囉 所有的媽媽爸爸大家好 我才是他的粉絲吧 我才是你的粉絲吧 從欣欣那個時候才一歲多 到現在已經三歲了 時間過得很快 恭喜恭喜恭喜 我們今天有很多的問題 想要來請教你 因為很多媽媽 兩歲的時候呢 覺得那個地獄時期已經過了 沒有 三歲的時候呢 才開始在那邊問 為什麼 為什麼 問為什麼 你有沒有遇到 但我覺得他現在三歲是蠻可愛的 阿姨天使耶 對啊 天使 所以他的教員一定有可取之處喔 我們等一下再告訴大家 到底怎麼樣教三歲小孩 三歲 或者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對 他在想什麼 三歲孩子的視角就是你的視角 他覺得你可以做到的 他也可以做得到 可是他對自己的能力不見得是 認識的喔 要教育他們就是一個原則 你要告訴他 這個可能會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 不是只是用嘴巴告訴他說 我說不可以 就是不可以 很多家長這樣教是沒效的啊 一個孩子在路上在那邊跑跑跑跑跑 當然有說不能跑 你如果再跑的話 就過來給我罰站 我說這個只有管 這個沒有教 停下來拉著他過來 在他身邊說 欣欣你看看那邊的車車都比你大 如果這樣撞上來了以後 你會受傷 你會流血 你可能會哭哭 這就是我告訴你說 不可以跑的原因 那譬如說 我們常常會遇到小朋友用哭的 我們父母可能就會想要這樣教 可不可以不要用哭的 你用說的 結果我就會觀察孩子的反應 沒有 反而是哭得更嚴重 我們大腦在處理負向情緒的時間 是0.1秒到0.3秒 我們在處理正向情緒的時間 是0.3秒到0.5秒 所以我們處理負向的跟接受負面的訊息 是比較快的 譬如說不要哭 不要用打的 孩子耳朵裡面先聽到的這些教養語言 是先聽到的是批評 所以要反過來 對 要反過來 要反過來 我知道了 原來是他搶你的東西 第一時間應該要給的是同理跟安慰的語言 所以當一個父母先講了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是負面的 他就是負面的 你後面說你可以用說的啊 他沒有聽到 順序不一樣 結果就會不一樣 其實在跟他 跟孩子互動的時候 父母要可以等待 我們現在的人很忙你知道嗎 真的時間不多 對我們時間不多 然後我們速度都非常非常快 你都沒有讓他們有時間去使用他 掰掰 謝謝你來 欣欣我送你一個小禮物好不好 這個是有種EQ神秘導 然後媽媽給他這個 我送這個EQ的力量給媽媽 好不好 好想看書 你是要玩遊戲 好想跟你 好 那下次要來玩喔 不要忘記我喔 好 掰掰 掰掰 掰掰老師 掰掰 很高興我們學到了超多很棒的觀念 比較了解三個小孩在想什麼 沒錯 這就是這禮拜的Vlog 希望對你們也有幫助 準備回家可以輸了 閱讀就是力量 我們下禮拜見囉